它那邊厲害的地方最大的賣點其實是景觀 它的背景是很漂亮的海 它用了一個天空之景 拍出來的景是很漂亮的 水蜜桃冰真的很厲害 它就是用整顆水蜜桃去用 有一些冰不是吃完會越吃越渴 它的冰是吃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就是救贖 你打開帳外面就是日出了 至少可以起來看一看然後馬上立刻倒頭又睡了 對還可以睡回去 最可以說成是奢華的點 其實是它每一帳都有附一個自己的獨立衛浴 晚餐配的是海陸的BBQ 大家可能會怕說那個會不會很KID 就是吃不飽什麼 但它的料真的是超多超澎湃 我只是想問你有吃飽嗎 我只很飽因為我們攝影小鳥味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露營 而且是海邊露營 而且是夏天到海邊露營 我覺得這三個元素非常的熱 熱血熱血 熱血對 來跟我們說說你這一趟熱血的海邊露營 剛好也是花齡有新開一間露營農場 它的名字叫做高潮休閒農場 它離海就是離那個崇德沙灘非常的近 大概走路不用三分鐘吧 它的門口走一個小徑下去就是那個沙灘 東陵是太平洋嘛然後北邊是清水斷崖 南邊又是利物溪那一塊 溪陵又太魯閣國家公園 所以它的那個風景就很漂亮 那它完全就是海景第一排啊 山海 就是對背山面海 對對對 你看像我們如果出去玩都很喜歡 要嘛看星空要嘛追日出 就完全那邊都有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是就是有時候 你想要熱血一下的時候 大家不是會開車再去追日出嗎 它就是你打開帳大概外面就是日出 你知道很不熱血的啦 你也可以走到海邊去啊 你不覺得這樣很方便嗎 對 那就打開來就迎接日出 我覺得很很厲害那邊的日出 哇好浪漫喔 至少可以起來看看然後馬上立刻倒頭又睡 對還可以睡回去 對 這個不錯這蠻好的 大嗎 因為它的園區有三公頃 所以是蠻大的耶 非常的大 然後它的露營區的話呢 它其實有分兩塊 一塊是就是大草皮的露營區 就是你自己打紮營那一種 主要那邊它現在是提供給團體 因為有一些可能會想要 就是好幾個家庭一起來露營 因為露營都是幾個家庭 或是一群好朋友啊 對 那如果我是 沒有帶紮營的東西 對 沒帶這些東西 不想準備任何東西的話 它那邊就是有一區是 異國風情的奢華帳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 多奢華 20個帳篷 然後它有分三種風格 就是有波西米亞 然後還有北歐自然風 然後還有寵物的 友善的 還有寵物的喔 就是你可以帶自己的家裡的狗啊 貓啊住的地方 喔 可以一起帶去住 對對對 但只有三丈啦 那三丈跟別的帳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差別是它裡面的軟裝潢 寵物友善的話 它的枕頭啊那些都是狗狗的 它的地墊也有特別選 因為可能波西米亞是地毯 對 它可能為了清潔 所以它就是用那種比較好清的 比較涼的 有寵物的人可以先去預約這個 這個帳篷 一般的其他兩個風格 其他的風格的帳是 因為剛剛就有說它就是適合懶人嘛 我覺得它算是小巧精致 就是它不是那種很大的帳篷 但是它設計的很巧妙是 有一帳是比較挑高的 然後冷氣也架的比較高 它就是用那種挑高的方式 區隔客廳跟房間的感覺 喔 一個帳篷還可以區隔客廳跟房間 一高一矮這樣 豪華 對 就真的很豪華 就是插座啊 吹風機啊 那些你想像到的都有 桌椅 沙發 對 這些通通都有 但我覺得最可以說成是奢華的點 其實是它每一帳都有附一個 自己的獨立衛浴 我覺得這個就算是其他可能 就是標榜是奢華露營 都不見得能做到一帳一個廁所 對 對 對 還是會大家共用那個廁所 對 對 對 夏天那麼熱 一天洗三次澡 大家在那邊輪 對呀 而且萬一又去海邊玩什麼的 回來就要在那邊等 對 就很累 喔 這個很不錯啊 對呀 所以它這個 我覺得這一點是最奢華的地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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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你一定會在那邊過夜 那吃飯怎麼解決 吃飯的話 有早餐 晚餐嗎 它帳 每一帳都有附早餐 但是我建議就是去那邊玩的人 可以預約他們的一博二食 的方案 另外的方案 對 我覺得它一博二食 會推薦大家是因為 第一是那邊比較偏遠 就是大家 從德 對 那個風景 你要那個風景 它就是比較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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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外面找 吃的真的不容易 對 覓食就不易 然後再來是 因為它的晚餐配的是 海陸的BBQ 然後我覺得露營就是要 烤肉 營火這種感覺 同意 大家可能會怕說 喔 那個會不會很kibi 就是吃不飽什麼 但它的料真的是超多 超澎湃 真的嗎 就有山豬肉啊 然後魷魚啊 魚 然後扇貝什麼 就很多 所以一定吃得飽 我只是只是想問 你有吃飽嗎 我吃飽 因為我們攝影小鳥味 哈哈 除了這個 那早餐吃什麼 早餐它就是可以選 漢堡跟吐司 那我覺得它比較特別 它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可以選 然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有用那個剝皮辣椒 剝皮辣椒豬肉的吐司 或者是黃金泡菜牛肉的漢堡 聽起來很飽耶 也是飽的 然後它可以選擇就是你早餐想要在 因為他們那邊現在有蓋了一間透明屋的咖啡廳 之後會營業 現在還沒有提供餐點 對對對 但是空間已經好了 空間已經好了很漂亮 就是那種很熱帶溫室的那種風格 所以你可以端著你的早餐去那裡吃 對 然後它可以看到海景 那很不錯 那它正式開大概會是什麼時候 應該會是在九月的時候 九月以後就是如果你沒有去露營或住那邊 也可以去那邊咖啡館 喝咖啡 喝咖啡 那也不錯 那這個營地除了這些就是露營吧 可是好像露營還是需要一些活動 它那邊其實還蠻多人會滑SUP嘛 對很多人是專門去那邊玩這些活動啊 每次都是什麼沙灘車配SUP 有什麼配一大堆活動 那邊都有 它那邊全部都有 對 你都可以跟它加購預定這樣子 那有什麼 譬如說 就是可以去滑SUP看日出啊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 當然可以在下午的時候去嘛 然後它裡面還有就是你可以租借沙灘車 因為老闆呢 從年輕的時候就很愛沙灘車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流行 那麼流行的時候 他就已經愛上那個飆沙的感覺 所以他就覺得啊 終於就是找到一塊地 然後是可以從事這個活動 他就是很興奮想要推廣嘛 所以他那邊就是訂了很多 ATV的那個沙灘車 他的園區設計了一個賽道 880公尺長的賽道 哇 這麼專業 就可以在那邊甩尾呢 真的喔 對 當然你也可以在就是沙灘上 然後看風景 欸我覺得這樣蠻好的耶 就是又在那邊又露營 然後而且你把所有 你要去花蓮海邊做的活動 都集中在這邊做完了 對 而且完完還可以 有一隻帳篷洗澡 對 我剛剛也有 好care欸這件事 畢竟真的很熱 欸 是39度欸 不是開玩笑 因為完完就算不全海 你一定全是年 對 對 然後馬上就可以那個 進去洗個澡換個衣服 今年夏天才剛剛開幕的 對今年夏天剛剛開幕 那它會不會很貴 呃 它的價格其實我覺得還可以耶 平日的話 只有早餐的話 它是3900起 一帳 一個帳 對 如果你跟訂房王的配合 那可能有額外的價格 但就是它標榜的價格就是這樣 然後一博20的話 雙人每晚的話是4800左右 這樣 那還可以耶 就5000有早啦 然後反正那 你有多餘多餘 你就可以玩各種的活動嘛 對 再去夾購 你自己想要玩 再夾購 反正你都不想玩 也無所謂 你就是 都在那邊看星星啊 對 你就是光在那邊看日出 看星星 我覺得也已經 散散步 我覺得也非常好了 對 哦 欸這真的是新的好地方 感覺又 我覺得以後一定也很難遇耶 趁大家在現在 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快快去玩 但你這一次在花蓮還不只玩這個農場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體力驚人耶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誤打誤撞 就是想說順著那一條路走 然後就到了 呃 他的鄰居就是 崇德營農場 剛剛有說那塊地很得天獨厚嘛 對 這一塊地我覺得才是 風水保地 精華 它一樣是背山面海 但是它還多了一塊就是那個 利物溪的 因為它是在剛好三角地帶那邊 嗯 所以它的風景真的超漂亮 而且它的園區裡面 是不是還有什麼生態池還是什麼 有一個小湖 種很多草嘛 對 所以它整個看起來就是綠綠的 露營車就圍繞在旁邊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露營區嘛 它其實有點像是那種 複合式的農場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 如果你要住在那邊是可以的 對你可以住在那邊 那你也可以紮營 那怎麼住 住哪裡 住它有提供露營車 就像住宿一樣 它其實露營車就跟飯店一樣啊 就是裡面也是可以洗澡啊 然後就有小床 就是簡單的 對就是比較簡單 但現在因為真的很流行露營車 很流行 對 對 也是有冷氣什麼的 對對對 但你如果自己 那你自己開露營車進去行嗎 也可以 它也有這個場地就專門for這個 對 反正要嘛你自己開 要嘛你去住它 住它這個已經擺在那裡的露營車 那邊也可以紮營 也可以紮營 喔這樣也不錯耶 感覺也是 就是另外一種玩法 對對對 又是另外一種 跟前面那個又不太一樣了 它那邊厲害的地方 最大的賣點其實是景觀 就比如說它在那邊放了一個 LOVE 但是它的背景是很漂亮的海 然後或者是它用了一個 天空直徑的那個 就是設計 對的設計 然後拍出來的景是很漂亮的 對太平洋的那個 如果不露營的話 還有什麼可以玩呢 可以帶小朋友去嗎 它那邊超級適合小朋友去玩 它那邊就有一個 衛食區 就是有很多小動物 就有羊駝啊 我看你的照片 我覺得你拍的超像一個小動物園 迷你豬嗎 對有迷你豬 然後還有羊 羊 然後還有腿很短的羊 小朋友擺到那邊 一定會很開心 對他們都超開心 那它裡面也可以 可以 它其實也是很多活動 就是它也有沙灘車 然後它也可以騎馬 然後它還可以划那個獨木舟 也是額外去跟原方夾購 這樣子 可以在裡面吃飯嗎 可以 它裡面也有很多就是一區區的 像是貨櫃屋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些什麼圓民風味餐啊 或是有一些咖啡廳啊 就是貨櫃屋裡有冷氣 對對對 那我覺得那邊還是蠻推薦就是 親子共有 對帶小朋友去 價位貴不貴 價位的話 它的 剛剛提到那個露營車嘛 它的話住一晚是四千塊 平日四千塊起 一車 對一車就兩人 嗯 門票的話 它是一個人一百塊的清潔費 但是它有含 就是你可以換牧草 或者是胡蘿蔔 或者你可以折抵園區內 有一些食物的消費 對 反正就是換東西要嘛給動物吃 要嘛給自己吃 對對對 就是這意思 那一百塊 那所以你看花蓮崇德這一條線 真的光是露營就有這兩種選擇 大家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 就可以玩到精疲力盡 對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我們的伴手禮單元 哈囉 歡迎回來我們的伴手禮單元 欸我很好奇在花蓮 這個海岸線 哪有什麼伴手禮啊 對 所以我們就逃 我們逃跑了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邊真的將近快要四十度 那時候好像真的有四十度耶 我們去的時候 花蓮四十度的熱浪 對 該怎麼辦呢 就逃走 對我們就說逃走 所以我們必須就是吃冰 哦 就已經跑去了一個冰店 我前一天就開始在找我的救贖 那後來找到這一家 這家叫什麼名字 對這家店叫做 好樹涼糖台灣卡基冰 它就是 剉冰啦 其實就是剉冰 對卡基就是 就是日文啦 就是剉冰的那種冰 它已經在我的口袋名單裡很久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那我碰碰運氣 然後就沒想到我一點那個LINE 在預約之後跳出超多的那個北竹 就是那個老闆的要求超多的是什麼 呃 千萬不准遲到取消是失禮的行為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就跟攝影說 我們千萬不能遲到 所以我提早了半小時 然後一到那邊發現 老闆其實人超好的 是個男生還女生 女生 叫什麼名字 呃 他就是塔塔 他叫塔塔 對然後他人非常的溫柔 他其實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希望說大家來吃冰 不要很緊張 因為他空間其實不大嘛 哦 然後他就是一個時段只會開放 一組到兩組的客人 他說其實客人都會說 你這樣不是不好賺錢嗎 對啊對啊 對 但他就是覺得 大家可以好好吃東西比較重要 主打是果肉系列 我在就是IG上面看到的 都是比較是 水果系列 水果系列 就哈密瓜鳳梨啊 或是水蜜桃這種 哦 還有水蜜桃冰哦 對 水蜜桃冰真的很厲害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你就現在趕快介紹啊 現在要介紹大家 他就是用整顆水蜜桃去用 他不敢說自己是最好吃的冰 但他一定是最健康的冰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他都自己做 那好吃嗎 我覺得很好吃耶 因為有一些冰不是吃完會越吃越渴 對 有一些冰會那樣 對 可是他的冰是吃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 天啊 就是救贖 水蜜桃跟他的抹茶就是很清爽 很舒服很解渴這樣 然後他裡面都是吃得到果肉 因為他的果醬都是自己弄的 聽起來很不錯 對 又涼又好吃 對 可是你講的是伴手禮耶 對 可以伴什麼手 伴手禮就是 因為他其實店內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布丁啊 然後香檸 凝乳 其實是不是有點像煉乳 可是他不是煉乳 對 因為他不是煉乳那種人工的東西嘛 對 所以他就叫凝乳 他香檸是一種品種 就是特別的品種 就吃起來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的檸檬 對的檸檬 吃起來當然就是他酸甜很開胃之外 最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他就是健康嘛 他沒有加任何的添加物 然後也沒有香精 也沒有防腐劑 那他用什麼做的 他是用那個檸檬 然後加花蓮小農無毒的放木蛋 喔 蛋 蛋黃 對 所以他就吃得到檸檬的香跟那個蛋黃 就是的那個滑润這樣 嗯 這個可以拿來幹嘛 我覺得他這個就是很適合夏天 夏天伴手禮送這個就對了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是有點狗狗的嘛 所以他可以做成 抹在吐司上面 像果醬這樣 對 像果醬這樣 然後他也可以搭在那個沙拉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在家 就是複製一碗 他們那邊店裡面的剉冰 喔 對 你自己如果家裡有那種 小型剉冰機 你就淋上去 然後又酸酸甜甜 又很開胃 就是如果你食欲不振的話 就很適合夏天 OK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邊預約或是什麼 那就宅配吧 對 他也可以宅配 提醒大家如果要 就是你想要當伴手禮的話 你在預約的時候要先跟老闆說 因為他真的太忙了 因為他就是一人作業 所以他就是很忙 他要做所有的事情 沒錯 對 OK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如果想知道更多更新的旅遊資訊 歡迎關注近時旅的FB YouTube頻道 或者是景周刊的網站 感謝大家的收聽 也請持續鎖定 由靜好聽與景周刊共同製作播出的 去你的旅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